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最近湖南发生了多起引发全国关注的 有为法治湖南精神的事件 以监督公车私用而著称的广州欧博 疑似被湖南警方构陷 警察涉嫌滥用职权 多名为衡阳州市家族案辩护的律师 在衡阳中院门前被打等等 湖南早在2011年就启动了法治湖南建设 多家中国重要官媒称 经过四年的探索 法治湖南已经成为湖南一张闪亮的名片 也是法治中国的探路者 在湖南最近发生这极其标杆性的案例后 应当如何重新评价法治湖南的成绩呢 这些事件的最终走向 将对湖南方面 以及习近平在十八大后推行的法治中国 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和挑战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邀请到美中两位法律学者一起来讨论 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国法律员陈杰仁先生 陈杰仁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 陈杰仁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另外一位呢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 藤彪律师 藤彪律师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谈论 首先纠正一下今天陈杰仁先生在湖南 对 所以非常好 非常及时 是的 陈杰仁我们知道呢 湖南的省委书记徐首胜呢 在2013年底的时候呢 就说湖南的这个法治程度呢 已经是高达96.6% 非常高 可以说是高度的法治化 但是湖南最近发生了这几起标杆性的事件 您觉得这个距离法治湖南是不是还真的很远 我首先要纠正一下一个数据 因为当时呢这个96.7%这个数据我也特别关注 后来呢通过我在微博上 这个提醒大家之后呢 大家在质疑 但是后来湖南官方还是发了一个澄清的声明 说其实这个96.7%啊 它的本意是指湖南的这个村级的民主自治的这么一个比例呢 达到了96.7% 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被媒体来误用为说是 湖南的民主法治达到了96.7% 但是不管这个数据如何 我们还是来看就是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湖南籍的学者 以及现在此时此刻正身处湖南 我觉得湖南其实和全国一样 在实现法治 推进法治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事要做 有很长的路要走 离我们所理想的法治的程度 那个标准肯定是很远的距离 但是呢 以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一些法治理念 也有很多的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陶彪先生我知道您对法治湖南这个概念 也是有质疑之声的 您来阐述一下您的观念好吗 好 我觉得法治湖南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我觉得 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体制 法治体制的条件下 不可能有一个省湖南或者贵州 它比别的省在法治方面 有特别大的不同 有特别多的区别 那如果用具体数字 假如说及格线是60分的话 那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市 大概都是20到30分 这个时候你说29分跟21分有什么区别 就意义不大 在所有的最基本的这个 跟法治人权最相关的这些基本制度设置上 比如说司法独立 比如说三权分立 比如说基本的这个普选权等等 新闻自由 这个议会这个代议制等等 所有这些方面 全国都是一样的 陈杰先生我们知道呢 对于这个地方法治化呢 其实中国的法学界人士 对此是有很大的争论的 那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 您是乐观的一方还是悲观的一方呢 我还是相对此乐观的一个意见 这是刚才呢 滕彪博士讲了他的观点 我和滕彪博士是很好的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现在向他致敬而致意 那个其实我理解他刚才所说的这个 所谓地方法治是一个伪命题 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他实际上站在一个什么 站在一个比较这个宏观的 理想的规范的一个法治理念 这么一种标准去衡量 那么我知道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地区而言 要不就是你这个国家统一实施法治 因为法治首先是依靠法律制度的统一 依靠司法的这种统一的尺度 依靠一个基本公平正义的司法秩序 和法治理念和执法的这种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哪一个地方要实现一个什么 法治某某地方 法治某某省啊 确实是说不过去 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实然的角度来看呢 作为一种这个比较善意的去推动它的话 我还是赞同就是 像诸如法治湖南 法治贵州 或者是法治北京 这样一些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大的制度环境 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作为一种这个务实的态度 我们就希望推动一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的进步 朝着法治的这种标准迈进一步 那么这也是未尝不可 比如说虽然我经常批评湖南的一些 这个不符合法治的现象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说一句 在湖南通过多年的这种法治理念的 这种强化的灌输啊 有些方面还是有进步 比如说湖南省出台了一个行政程序规定 那么它对于行政机关执法 要遵守哪一些程序 这些程序呢 可能比中国的行政图网法啦 行政强制法等等一些法律规定的 更为完善更为具体 那么这些行政机关 在做一件工作的时候呢 可能会遵守的更好一些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地方法治呢 还是大有可为的空间 陈先生您刚刚提到这个 湖南省行政程序的这个规定 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几年呢 法治湖南呢 推出了很多的规定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 还有什么什么 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湖南省规范行政材量 什么等等办法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办法 有这么多的规定出台以后 湖南还会发生这么多的事件呢 这种标根性的事件 嗯好的 其实我知道就是 特别是近期以来 比如说这个 以欧博嫖娼案为 这个典型呢 就是让大家 让舆论的焦点呢 就集中于湖南 但是呢实实在的 虽然我对于这件事情呢 批评也很多 但是第一 我并不认为呢 像欧博嫖娼这样的案件 只发生于湖南 其实中国这种被嫖娼的事件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说呢 可能是这件事情 恰好是在湖南干了 于是呢 媒体就盯着它 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印象 是不是湖南 比其他地方更差 更退步 我倒不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那就是说 就是那是具体的 我们论具体的事情 宏观的 弄宏观的事情 我从这个面上来说 我还是觉得 湖南这些年的法治 确实还是有长足的进步 或者说它的制度建设 它的这种 依法行政啊 司法的这种公平呢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呢 并不等于说 它不可能存在 一些特殊的极端的个案 那么像欧博案件 这样发生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一种极端的行为 但是呢 也不要因为欧博案件 一个案件 就否定整个湖南的法治 这个呢 可以说是要 一分为二的看待 是 藤彪先生 您觉得这个地方法治化 可行吗 首先 如果和像薄熙来 在重庆搞的这个 唱红打黑 这种黑打 比起来 那可能湖南 应该说是好一些 至少从口号上 说依法治省 法治湖南 这样的口号 比这个 比唱红打黑要好得多 但是我还是坚持 我刚才的观点 就是整个体制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法治地方化 它的地方法治化 它的这个 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 当然 当然像 陈吉仁说的这些 这些关于行政程序 一些 一些行政执法方面的 一些规范性的 文件出台 或者是在地方 这个官员评比的时候 有这个法治方面的要求 这种 这种努力可能 也是 就是 不需要去否认的 在 在这个 在这个 法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起到一点作用 但是 整体来说 就是 关于 关于基本的这个人权 基本的自由 它是 没有 没有太多改变的 陈美律师我想接启向您 因为您刚才提到说 这个地方法治 我们看到在2012年 这个湖南 广播电视台的这个 法治周报里面 他有请到几个 所谓的这个 中国的法律专家来做 对湖南的法治 做一个分析 我们看到这个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 研究中心的主任 江明安 他对于这个湖南 推进法治建设 他就说 他说 法治的目的是 人的权力尊严 自由 福祉跟幸福 那么他认为说 在湖南这边的话 必须要推动的是 公权力公开透明 防止烂权 防止腐烂 特别是 规范党的公权力 您觉得如果在地方 推进法治的话 是不是就是像他所说的 规范党的公权力 这个方面 要做得很彻底 那到底是党会大于法 还是法会大于党 江明安也是 我在北大时候的老师了 他的这些提法 当然我都同意 但是从实践来看 用法律来规范 这个党的权利 是行不通的 就是在 如果我们不去挑战 不去质疑一党制的话 那在 无论在国家层面 还是省一级 或者任何 市县一级的层面 这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那如果 比如说没有司法独立 当党违反 建法违反法律的时候 那如何去按照法律 来制裁 来审判 所以没有司法独立 这个就是 在目前的这样情况下 只能是党大于法 好的 陈姐仁 我们前两天看到 这个湖南衡阳 这个律师 衡阳中院门前的律师 被打 被围殴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的律师呢 被打呢 已经这不是第一次 已经多年来发生过 多次的 对吧 对 很多 是的 那您觉得现在呢 就是律师的安全 应该由谁来保障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呢 他们成立了一个 为律师的这个维权团 这个维权团够吗 这样子 实在讲 我真的 对于律师 自己成立维权团也好 观察团也好 去维护自己的安全 与这个基本的 职业权利 和其他的正当的人生权利 我不太看好 为什么 因为你 律师去的再多 你也抵不过人家 当地的人那种攻击者 那么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律师去维权 也不可能是去打架的 所以呢 如果人家一定非得去用 违法侵权 甚至用殴打的方式 来对待律师的话 光靠律师成立一个 维权团 观察团 是不奏效的 真正要维护律师的权益 那么还是要靠中国的法治 去管用 去变成一个活法 而不是一部死法 那么在中国来说呢 像律师法 刑事诉讼法 各种诉讼法 以及呢 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呢 都给了律师 这个非常好听的 一种权益保障 但问题是 在中国这种 律师的权益保护领域当中 真的有很多口慧 而实不至的情况发生 那么像横扬 这些律师 不管他是遭到谁的殴打 包括遭到这个 所谓的 这个被控犯罪的 受害人的家属的殴打 那么这都是非法的侵权行为 但是呢 在这一点上 确实我认为 衡扬的公安机关呢 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没有去做好 甚至呢 在这个背后呢 还不排除 就是说 有消极 这个不执法的一种情形存在 那么像这样一个案件 它其实催生了 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对于律师的职业权利的保障 那么实际上是在保障 每一个不特定多数公民的权利 因为律师今天是受过于张三 后天受过于李四 再后天又受过于王五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请律师 如果律师的职业权利得不到保障 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那么今天可能是那些人在打律师 也许再过几天那些人也要请律师 如果他们的律师也遭到殴打的时候 看看他们心里怎么想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首先是公民需要去改变观念 那么现在中国有很多公民认为啊 中国的律师就是赚钱的 所以呢打一打也没关系 这个认识呢是非常错误的 第二尤其重要的是 中国的公权利机关要改变认识 那么现在公检法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流水线作业 他们互相认为是占有 是需要配合的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律师作为占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中国的公权利机关 需要重新认识律师 需要真的去提升一种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把公检把检察院检察官法官和律师 真正视为一种职业的这种共同体 只有这样去互相去抱团取暖 互相尊重去保障 这种职业的权利 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 这个法治来打下这个基本的一个基础 好的 谢谢陈先生 我们在接听观众人热线电话之前 想请腾飘律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前天26号星期天 这个维权律师团发了第一号的公告 那么在第一号的公告中 他们阐述了说 如果这个殴打律师这个事件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可能中国会出现 无律师敢真辩护 无律师敢真代理这样的局面 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 无人敢做律师的一个局面 中国的法治建设怎么建设下去 对 这个实际上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因为在过去很多年里面 律师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维权律师从几十个到现在几百个 甚至更多 但是政府或者是公检法这些权力机关 他们把律师当作制造麻烦的人 那更严重的是把律师当作 当作一个政治上的敌对势力 那比如说很多维权律师 有名的维权律师被投入监狱 判刑从高智盛到现在还被关押的 普志强 许志勇 唐精灵等等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和这个法治建设 是被盗而持的 虽然这个世中全会说 这个重体依法治国 但是实际的做法 是跟这个是被盗而持的 好的 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 和听众的热线电话 首先请辽宁的孙先生 非常简短地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孙先生您好 你好 主席也好 嘉宾好 请讲 你好 主席也好 现在因为吧 中国当前的话 就是在新一届党 党中央的领导下吧 中国足不走向法治社会 这是必然能做到的 当年的话 要说是一世间的话 现在没有的话 一点杀属 那是不可能 因为的话在杀属 外受伤当中 现在的话 就是这些新一届党的领导 也要很大的努力 最终的话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 把那些的话 过去 你像河南省 沿原县的河南省首长 和这两年 全部的话都已经平反了 其实他们 在过去 在毛泽东时代 他们其实就是对领导 感觉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说在那时候 就是把这些优态 如果要说维承门的话 恢复工作 这还是可以的 但是得他们平反 就是这样的一些言 把中国代入到今天这样 你看辽宾省 沿原县有一个部门长 和这些队 竟敢把他边都打贪 何况的话 就是一点杀属在中国 一点杀属 现在的话 这一届领导员 想马上就要 进入法的时候 这是不可能 暂时就得到的 但是的话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会 各部的实验 法的时候 一线 一线 上 依法治国 这是必然能够到的 好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们时间 所剩不多呢 所以我们把时间 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 让他们来 表达一下他们的看法 接下来请山东的 周先生 简短来发表您的看法 周先生您好 对 对 大家好 我第一次要认同 彭彪律师的这个说法 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情 才是真正所谓 依法治国的本来面目 在民主国家里面 法律是以法律 使公权能够 更尽心激励的公民服务 而极权国家 极权国家的法律呢 是以法治民 使公民不能对权力 产生质疑 今天的话题 都善意的认为 中国是属于前者 但是实际上 中国的政治属于后者 而律师之所以受到打压 正是由于 律师是 中共以法治民 这种力量的阻碍 所以我比较同意 同教律师 同教律师的这个事 好 谢谢山东的周先生 接下来请湖南的左先生 简短来发表您的看法 左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个陈建仁先生 就是说你刚才说 对这个湖南法治化 这个你非常持乐观的态度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这样 可以做得到的话 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自由的投票 来选举市长呢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食品安全 非常的就是严重 湖南有会不会 或者有没有制定 专门的那个食品安全法 我想请你回答 这两个问题 谢谢湖南左先生 陈先生您回应一下好吗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左先生 这两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 我刚才并不是说 一概农统的说 对于法治湖南 就有很多观的态度 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是湖南确实 做了这些努力 有这么一些进步 如果往这个方向 去努力的话 总比不努力好 那么这种方向 只要一直不停的 努力下去 我还是对它 这个比较赞赏 然后呢 我也乐见其成 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实际上我想告诉您的是 根据中国立法法的规定 法律 包括食品安全的法律 都应该是由 全国人大来制定 当然作为湖南省的人大 包括现在市级人大 也有权制定一些 关于食品管理方面的一些 地方的法规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在这方面 湖南其实过去 我觉得有一些事 做的还是让我 肃然起敬的 可以这么说 你比如说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就是前两年 湖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茶油的品牌 叫金浩茶油 那么后来 这个茶油被食品安全 监督部门查出 有问题之后 那么湖南省的实践部门 是及时的进行了查处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企业 是湖南省的龙头 农业企业 去对他网开一面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就跟当年三鹿奶粉不一样 三鹿奶粉是在外地 这个被查 然后在外地的媒体 被报道之后呢 才在全国的人 攻击下 这个围观下 才会得到一个查处 所以我觉得那种 食品安全问题 大家都很关注 但是我觉得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大家 这个切身利益问题 但是实际上我们谈到这个民主法案的问题 实际上更多的 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层面 一个是刚才左先生所说的 这个选举的民主化的问题 那么这会涉及到这个宪政的问题 这个不是湖南省能决定的 第二个呢 是像这种 这个具体的一些案件的司法公正问题 行政执法的地方问题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就是说 不仅仅是湖南的地方呢 这两年还是要承认它 有进步 我不是在通过这个节目 要去为中国来评 政府来评工摆好 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讲 我自己的感受 当然他这种进步 他的成绩 以我们所要求的 所期望的 那一个基本的法治标准的要求来说 差得很远 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好 谢谢陈先生 我们最后这个话题的讨论时间不多 想请滕律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前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 现在是中国的最高法院的院长 那么他在任期间的法治湖南 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理念 那么很多中国的官媒也称说 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所以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觉得周强有没有可能给中国 带来真正的司法公正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 我也想说到周强 因为在周强主政湖南期间 有一个就是征程结案 那就是一直就判死刑 想要枪毙又枪毙不了 那等周强变成了最高法院的院长之后 就很快地把这个征程结案 死刑复合核准了 所以包括下居峰也是等等 就是恰恰周强所走的这个路 是跟法治的道路是完全相反的 他在湖南的时候搞这个法治湖南 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作秀的成分 所以另外我也想简单回应一下 这个第一个听众说的 这个习近平将会领导中国走向法治 那我们看事实 在习近平上台这两年多 抓捕维权人士 这个关闭NGO 重判像伊利哈姆高瑜等等 还有对这个意识形态的急剧的收紧 整个是走向了对公民社会的更残酷的打压 完全和法治是相反的 即使他们津津乐道的反腐打老虎 也是这个过程来看双规酷刑 也是和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 所以我目前觉得从事实来看 无论是湖南还是全国层面 这个就是走的道路都是违反法治的 最后一个问题请陈杰先生分析一下 想听一下您的观点 刚才滕彪律师也提到了 曾承杰被网杀这个案件 过去几年来呢 湖南发生了很多比较重大的这个法律案件 比如说唐会被劳教案 还有您刚刚说的曾承杰这个案件 还有城管打死瓜农案件 还有这次发生了这两起案件 所以很多人在质疑说 法治湖南其实是黑暗湖南 恐怖湖南 所以陈先生您觉得 这些发生的这些事件呢 是否会让人更加质疑 法治中国这种可行性呢 我觉得从这个阴远的角度来说 法治的这个中国是一定要实行的 也是必须要实行的 否则在国防 这个中国真的是不只往何处去 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实现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难度相当大 要走的过程也会很曲折 那么从现在中国的政治态势来说 确实也很复杂 那么有些话呢 就是腾飘先生呢 我觉得他的观察也是很仔细 我是觉得什么 就是说中国呢 可能这种法治呢 可能要分为几个层面去看 你比如说在这种改变这些执法的 基本日常性的执法理念上 那么现在这些公务员的执法 可能比过去还是要规范一些了 你包括警察 我经常批评警察 但是实际上要承认 比如说警察的刑罪逼供 那比以前的大幅度减少了 再比如说在这个司法过程当中 那么程序性的一些严守规矩等等 比过去都好了 我觉得从微观层面来说 这个还是有大进步 我也希望他有更多的进步 那么从中观层面来说 实际上像比如说我们讲 对于非法政治的排除 对于一些基本的程序公正理念的遵守 那么像这个政府如何要 更加去尊重民众等等的 这些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当然从一个最宏观的层面来看 那么就是中国的法治 要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那么包括这个所有的组织政党和个体 都要在法律之下去开展活动 要包括真正是宪法活起来 那么这一点来说 现在确实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启动起来 我觉得可能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东西推动 甚至可能还要通过中国的一些 这个特殊的一些政策的变化 才有可能会不会敲动起来 对此呢我也是希望看到它有积极的变化 好的 时间关系关于法治湖南和法治中国的讨论 就先搞一段落了 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 中国即将出台的新国家安全法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